今日头条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蒋风,欢迎收看今天的讲评日本 8月17号,日本各大媒体都发出速报 报道呢,65岁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当天上午十点半左右,从自己家出发 前往庆英艺术大学医院 首相官邸啊,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 安倍晋三曾经在6月13号做过一次体检 这次呢,是两个月以后的追加体检 通常说来啊,体检以后的追加体检 或者是呢,上次体检有漏检的项目 或者说是上次体检出了问题 需要进一步来做精密检查 日本媒体指出,对于一国首相来说 漏检的项目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那么这样一来,出了问题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与此同时呢,安倍晋三的这次追加检查 前后用了大约七个半小时 这样就更增加了人们的想象空间 许多人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患有一种叫做溃痒性大肠炎的疾病 他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 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发作而不得不辞去了首相的职务 这种疾病啊,在日本被叫做难病 实际上就是不治之症的代名词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的时候 有关人士透露啊,他正在服用日本没有允许进口的一种美国的药物 让病情保持在稳定的状态 2017年的11月11号 正在欧洲访问的安倍晋三提前一天回国 据说当时这个病有了反复 安倍晋三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工作狂 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蔓延以后 他创造了连续工作148天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现在日本的一些媒体在一些重要的时节点上 发现安倍晋三的身体出了问题 第一个时节点就是7月6号 日本周刊杂志Flash曾经发布重磅消息 报道呢,安倍晋三连日处理疫情工作 身心疲惫 7月6号的时候曾经在办公室突选了 第二个时节点是8月1号 从这一天开始啊 安倍不再戴那种被民众多次吐槽的安倍小口罩 而是换上了一种尺寸比较大的辅导产的大口罩 现在日刊分析认为 这种大尺寸的口罩是用来遮挡一脸病容的 第三个时节点就是8月15号 那一天安倍晋三到日本武道馆去参加纪念日本战后75周年的活动 在致辞的时候他是语音颤抖 局促 在向天皇夫妇鞠躬的时候 身体是在不断的晃动 那么第四个时节点是8月16号 日本自民党税制调查会的会长甘利明 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里公开呼吁 首相应该歇息了 他认为应该强制安倍晋三休息 第五个时节点来自日本那批首相跟班记者的精细统计 他们指出安倍每天从总理官邸大厅门口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这段路程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每天平均用的时间是18.24秒 而进入了8月份以后 这段路程安倍每天用的时间平均起来是20.83秒 安倍是否有病情直接牵扯着日本的正情 他追加体检的消息出来以后 日本证捷就立刻有人引用 当年日本首相小冤会三倒下来以后 森喜郎意外捡了一个便宜 当上了首相的事情 而现在在野党是一方面助安倍早日恢复健康 另一方面他们指责安倍说看起来很忙 但是既不肯举办记者会见 又不肯召开临时国会 没有忙到点子上 他们认为现在是应该准备解散众议院 要搞大选的时候 8月18号也就是今天 日本的每日新闻更是推出了长篇报道 指出后安倍时代接班人已经进入混战状态 64岁的外务大臣茂木敏初 63岁的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岸田文雄 57岁的日本防卫大臣赫叶太郎 已经开始争夺未来的首相之位 日本的政局将要发生新的变化 好 我们今天的讲评日本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